Sub部分是按按钮 那我前面讲过了 如果说我今天要计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就刮乎这函数的话 像这一段Function 这个因为前面有跟各位讲过了 Function主要的用途就是说 当你假如说你不是按按钮 而是你要插入函数 这边会多一个使用者定义 然后会有个刮乎这函数 会跟你要个什么 要个资料 你就给他资料 他会自动帮你按确定 当然你要向下填满 这样也可以 也就是说本来没有这个函数 那你如果希望 VPA帮你写出这个自定函数的话 那该怎么做 这边注意哦 你有印象嘛 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自定函数部分 那写的方法 这边注意哦 自定函数 我先把它清掉 1切到Visual Basic 2的话呢 我就先把这边 先把这边 delete掉 一样哦 开头一定是个function 方便这个字比较长了 不过不要打错就好 后面的话 就是你给他那个 你自定函数的名称 我这边取叫什么 刮...刮壶自账 函数 ok enter 这样他一样会 帮你什么 产生那个 end function 加一个刮壶 所以 跟刚刚一模一样 这种方法其实比较简单 那再来的话 要做什么呢 一样就是说 它这个Function逻辑跟那个Sub完全不一样 那最大的不一样呢 就是那个 它会跟我要资料的函数 第一个输入上去 第二个话它会跟我要资料 所以它跟你互动 所以特别注意Function 它的写法一定是什么 跟我要什么 要那个参赛者资料 或者你干净减证掉资料 这个资料 然后你把这个名称放在刮符里面 它会跳出来 会有一个文字方块 里面就是资料 就填一下吧 到时候的话使用者会给你赵大棚 所以赵大棚就会放在这里面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呢 其实做法跟刚刚这个有点像 什么一样呢 根据资料里面去找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你甚至可以拿这个来改 不包含那个4回圈的部分 4nets不要选到 把这些贴到这边来 那因为缩排的关系 你可以让它什么 叫凸排 按Shift加Tab 按Tab是向右缩排 然后凸排的话 Shift按住加一个Tab OK 然后拿这个来改可能比较快 意思就是说 它如果给我资料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去找一下 它有没有钱刮符 所以理论上 本来是去A缆里面找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变成了 去资料里面找 找钱刮符找后刮符 有的话放A 放在B 那同样的 如果A不等于0 意思说里面有钱刮符的话 做什么 一样 把这个切割到的结果 怎么样 帮我丢到哪里 它是原来丢到B 对不对 可是特别注意 Function的话 记得 请你怎么样 把它丢给谁呢 丢给这个Function本身 那因为你游标放在那个 这个某一个储存格上方 它又会把 最后的结果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去 所以特别注意 前面记得是放什么 放这个一样的Function名称 那里面只要看到什么 SalesA 其实就放什么 放资料这两个字 OK 这样的话呢 程式 就 基本上第一阶段就写完了 有没有 其实你会发现 它跟SARB好像 因为主要是应用的那个 不太一样 SARB是 我都不会问 反正我又自己去抓资料 自己去丢资料 但是方权是跟你互动的 OK 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 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做完之后来试一下 OK 改完了 来试一下 插入函数 有没有 有 刮胡 使用者定义有 刮胡知道 确定 资料给我一下 这给你 好 炸大棚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基本上好像 有耶 但是问题 有个地方 会有问题 哪个地方呢 零 为什么是零 这里的话呢 其实最大的问题 应该是 在 哪个地方呢 其实主要 你会发现 为什么等于零呢 因为好像是当 那个A如果等于零的话 它 这里面的资料 就没有 被 重新复以值 所以意思为什么是等于零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个方权 它的预设值 如果你没有 给它任何值的话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 就是等于零 OK 也就是它原来里面就放零 那如果你没有丢任何东西给它过的话 它就是零 可是问题呢 我们其实里面不是希望放零 而是希望放没有资料 所以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 你干脆在第一行 按个TAB键 把这个刮胡字串怎么样 函数 在刚开头的时候呢 你就等于 等于这样就好 OK 意思是说 你原来是零 但是我不是将来你输出零 我将来希望你输出没有文字 零跟没有文字不一样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大功告成 怎么知道 OK 其实很简单 游标放在这上面 其实打个勾 让它重新整理一下就好 都不见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只要给这一个函数本身一个初始值就可以 这个有点像 给它 这个里面放的资料 给它初始值 就重新放的资料 它本来是零 但是另外一个方法 第二招 这个是第一招 第二招的话就是说 第二个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刚刚写的这个一符 叫做一重 一重的逻辑 就只有一符 为True的时候 为False的话 我们没有处理 所以为False 如果你要处理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而且后面的范例都会讲到 加一个Else 加个Enter 这个叙述加上去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上面为True 下面要执行的话就是为False 如果用白话讲应该就反之 上面是如果为真的话 下面就反之 要怎么处理 OK 就是有点像 如果你有戴口罩 你就走这边 如果你没戴口罩 我刚刚是不管 你自己就出 这边有Else 就是不然你就走这边 就变成说有两个通道 Else就变成多一个通道 那什么通道 其实Else就可以把这个放到这里来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OK 不过啦 当然你想说 老师好像刚刚那个方法比较简单 那你干嘛要用这个方法 其实主要是我想要讲Else OK 因为理论上程式当然 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只是 强调说他好像越简短越好 是有的时候是没错 但有的时候你要想一想 那个结构性的问题 这个系统能不能是一个Balance的状态 所以我特别还第二个方法 至于哪一种方法 我觉得你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写的顺 不要出错 都是好方法 OK 因为你会发现 同样的东西 不同的人写出来的程式 完全不一样 那是很正常的 也就是说 基本上程式是不会有标准答案的 如果你是写越复杂的东西 越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因为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 我要从这边走到这边 你想喜欢从那边走到那一边 那哪边对呢 能够达到目的就对啊 OK 所以这边请各位试一下方悬部分 那我一样有把它放在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五页 只是说我这边是用了那个方法2 加一个L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制定函数的话 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制定函数部分 用的好像似乎会少那么一点点 所以后面有些地方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 可能我大概制定函数不会特别讲 如果你们有需要 你可以来再来问我们 或者你自己再改写一下 也没有问题 OK 那请各位再试试看 那待会先下课休息一下 然后呢 待会有时间的话 你们开启第二个单元 逻辑函数的范例 那我们逻辑函数呢 主要就是教各位 在Excel里面怎么去使用逻辑函数 在VBA里面呢 如何使用逻辑函数 也就是这一题的延伸 OK 那请各位先试着做做看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单元 逻辑函数部分 我们再来看